哈喽欢迎来到伟中生活旅行家频道 这次的影片呢我们要介绍的是 8月份日本会出哪些一番赏呢 在这部影片都会告诉大家哦 那我会挑我两个我比较喜欢的一番赏 再一一介绍里面内容物有哪些 如果喜欢这个主题呢 就帮我在影片的下方帮我按个赞 那别忘了再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你们的订阅就是给我们的鼓励哦 那就开始介绍吧 Let's go 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个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哦 它是夏季的快乐哈姆太郎 那它这次发行的那个一番赏里面内容物的娃娃 CP值都很可爱 所以我也会在影片的后方间详细介绍给大家看哦 本次发行的时间是在日本的8月1号哦 第二个一番赏呢是甲面骑士O1 第三弹Fit传说甲面骑士哦 本次的甲面骑士公仔啊 它的高度足足有29公分高 所以是还不错的哦 除了A赏呢是大公仔以外 那B赏呢它也有几只小尊的 小尊的话也有足足有7.5公分高哦 而且会有四种选择 那喜欢的话大家到时候要去抽哦 那发行的时间也是在8月1号 第三个一番赏是偶像大师MewinLive We are Files 那它发行的时间一样也是8月1号哦 第四个是海贼王ForForce 那这一次的一番赏呢 CP值真的是非常高非常高 我真的是个人值得蛮推荐的 那我放一段那个官方网站的影片 简略的介绍给大家 咱们给大家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看完你的影片是不是很想去抽一番啊 那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抽吧 发行的时间是在8月5号 第五个是龙珠Dragon Ball Z 超级赛亚人 那他发行的时间是在8月8号哦 第六个是Identity5第五人格 那这次发行的时间是在8月8号哦 第七个一番赏是AAA15周年 那他发行的时间是在8月14号 第八个是漫画改编的出租女友 他发行的时间是在8月15号哦 里面的女孩啊都还蛮可爱的 所以呢我也把这些奖项呢 用影片的方式大概让你们看一下 第九个呢是刀剑神域 那他发行的时间是在8月15号哦 第四个一番赏是动物生友会 那他发行的时间也是在8月15号哦 喜欢动物生友会的一番赏好朋友啊 记得去抽哦 到了第四个一番赏是项目有人帐猫咪老师的祭典 这次比较特别有别以往 他这次的A赏呢是有加入公仔哦 所以啊喜欢项目有人帐猫咪老师的 想要公仔的呢朋友别忘了 这次一定要去抽哦 那他这次的奖项也蛮丰富的 所以我也会在影片的后方 详细介绍给大家看哦 而本次的发行时间是在8月22号 第十二个是从您开始的异世界生活 那这个一番赏发行时间是在8月22号哦 第十三个是五等正德花甲 那这个一番赏发行的时间是在8月22号哦 第十四个一番赏是由三立友所发行的夏天大欧狗花花系列哦 那里面最大奖是行李箱 所以大时候别别错过了哦 那他发行的时间是在日本的8月1号开抽哦 有点赏发行的那些其实是在5点数字ах 大后来说对不准备 有点赏要大人赏 有点赏要大人赏要大人赏 也搶展后或者是在5点赏 那边扶借签 不准备 在5点赏要大人赏要大人赏要大人赏有点赏要大人赏要大人赏要大人赏的赏要大人赏要大人赏长 好 感谢大家用心看完整段影片 本频道是利用养病剩余的时间制作的 至于什么病呢 请点选用上角的连结吧 喜欢影片就帮我按赞分享 别忘了订阅 美中生活旅行家频道哦 记得开启小铃铛 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 我们会不低期上架新的影片 另外也可以搜寻FB加入粉丝团哦